延迟退休的话题越吵越热 两会期间很多代表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延迟退休的方案 您觉得哪些是合理的呢 认为欢迎来到赵女主持 一段时间以来啊 我们这个延迟退休的话题被反复的讨论 虽然到现在为止 咱们延迟退休还没有真正成型 到今天男性员工的退休年龄还是60岁 女性还是55岁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点悲观了 尤其是广大的80后和90后 相对而言嘛 咱们觉得这个70后赶上延迟退休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80后真的可就逃不开了 所以今天很多80后的打工人甚至有这样的想法说 要不干脆我这个社保不交了算了 你想啊 我65岁退休 我就当能活80岁吧 我才能领个十几年的退休金 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65岁 交了40多年社保才领15年 真是有点心有不甘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个平均年龄一定是会不断上涨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在制定它的养老金体系的时候 参考的标准是平均年龄70多岁 所以他说60岁退休 领个十几年养老金 这个养老金体系能够支撑下去 谁知道日本近期年发展 这个平均年龄都冲着90岁去了 是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我倒是觉得 咱们这个80后90后 不单能赶上延迟退休 我们也能赶上平均年龄的不断提升 到时候平均年龄达到90多岁 我们也能好歹领个30年退休金呢 所以这个养老保险 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个基础保障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最好还是要有 尤其是养老保险 还和医疗保险相勾连 你如果不交养老保险的话 你这个医疗保险他也交不了啊 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话 你这个看病还得自己花钱 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今天60岁的老人 可能身体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何况还要拼到65岁呢 所以市值两会期间 很多代表还给我们的延迟退休啊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补丁方案 说很多的情况我们是要考虑到的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60岁的时候 上有老下有小 可能他的父母八九十岁啊 可能体弱多病需要有人照顾 60岁的人呢 他有可能孩子刚刚二三十 刚生了再下一代 需要他帮着养 甚至有的人晚婚晚育的话 你可能孩子还没念大学呢 在这个情况下 60岁的人是上有老下有小 都要供养和赡养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对这样的人 不调整他的退休年龄呢 所以有代表就提出将来如果我们提了这个延迟退休方案的话 有没有可能像个人所得税一样 统计一下你有没有家里老人要赡养 有没有子女要抚养 如果有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延迟退休了 哎 这应当是一项善政 考虑的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 而且呢 说实话用这样的手段是不是也可以鼓励大家 有生有欲 多生多欲呢 类似的方案其实俄罗斯也有 俄罗斯前两年调整退休方案的时候 就特别规定 说一个妇女 你每多生一个孩子呢 哎 你就可以提早那么一两年退休 生的孩子越多 你就越可以提早退休 俄罗斯人这是有逻辑的 他们非常清楚人是最可宝贵的 人是创造价值 而不只是消耗价值的 所以呢 俄罗斯近些年来就是缺人的 俄罗斯就是没有足够的人 俄罗斯甚至有这个俄罗斯母亲的称号 一个妇女如果一生生了超过十个孩子 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勋章和国家的补贴 所以俄罗斯这个延迟退休 就和生育子女挂拢了 一个妇女你生了三四个孩子 一方面你抚养孩子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 另一方面你生了孩子 那就是给国家做贡献呀 所以国家特许你提早退休 早点的去享受晚年生活 最近一年以来 三孩政策之后 很多地方提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政策 有的地方每个月给500块钱 有的地方一次性奖利了一两万 有的地方还提议说三孩家庭是不是应该给这个连租房啊 免这个学费呀 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呀 我觉得跟退休挂钩还真是挺合理的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应行规定啊 妇女同事生一个孩子65岁退休啊 生两个孩子60岁退休 生三个孩子的55岁你就可以退休 你生的孩子越多 你给国家做的贡献越大 那么你越可以提早退休 当然除了这样的提议呢 还有人提啊 我们这个延迟退休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弹性机制 什么意思 不要一刀切嘛 现行我们的这个退休标准是一刀切的 咱说实话 你对于很多教授啊 老师啊 医生啊 这些从事脑力工作的人而言 你65岁退休问题不大 可是建立工人 你让他65岁退休啊 65岁的时候还在建筑工地 这个干苦力活 他身体受得了吗 为什么此前我们规定60岁退休 考虑的也是 有很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你到60岁的时候 真是那个身体是吃不消了 因此我们有没有可能搞弹性的延迟退休呢 让每个人自己选择 怎么选呢 有多种方案 有的方案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定啊 一个人最少交15年社保 你就可以退休 有没有可能我们规定成 一个人你只要缴了30年社保 哪怕你才55岁 你25岁开始缴嘛 你就可以退休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么当然你要不愿意退休 你愿意多缴几年社保 也可以啊 那个时候你退休之后 领的钱更多 还有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方法 日本是怎么规定的呢 正常65岁退休 但是呢 如果你感觉到我这个身体真是不行了 你可以选择60岁退休 只不过你60岁退休的时候 你的养老金拿的数 就要比你正常退休要少很多 毕竟你提早领了5年 你这5年还不掉养老保险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工作到了65岁 还觉得我身体很健康啊 我还想给这个社会做贡献啊 我不想马上退下来 可以啊 日本规定你可以继续干 你可以干到70岁 而且由于你多工作了5年 所以等到你70岁退休的时候呢 你每个月领的养老金要比你正常领的养老金再多一些 相当于你又给自己攒了一笔钱 这样的话呢 虽然日本规定是65岁退休 但是有的人那我就选择60岁 有的人我就选择70岁 一方面 这给社会增加了很多劳动力 咱们知道 未来我们肯定跟日本一样 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 我们的劳动力人口会大大的减少 缺劳动力将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呢 给了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机会 我从事重体力劳动 到60岁的时候 我真是干不动了 那我就早点退休 哪怕我拿的钱少一点 但是我没有这个负担了呀 可是如果我是从事脑力劳动的 我到65岁的时候 我还正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呀 我这个经验能力都非常足 你让我突然就退下来了 这对整个社会而言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所以我可以继续再做几年 一方面我还愉悦身心 另一方面我还为自己 攒得了更多的退休金 所以我觉得延迟退休 恐怕是大势所趋 随着咱们这个老龄化和少子化 以及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 未来几年延迟退休 一定会出细则方案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是要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考虑到每个人的特殊情况 推出各种各样 更有益于每一个人的退休方案呢